吴财星先生与越南籍妻子2005年 委托一名中介办理注册程序 在签过字后就取得结婚证书 十多年下来 两名孩子凭着有关的结婚证书 顺利得到报生纸以及大马儿童卡 成为名正言顺的公民 而妻子也在2013年正式成为永久居民 就在吴先生以为一切顺心顺意的时候 国民登记局去年的一通来电通知 双名夫妻俩的结婚证书是无效的 两人顿时晴天霹雳 两人随后也重新注册 补伴孩子的报生纸 这时问题就来了 因为两名分别六岁和九岁的孩子 已经从公民变成非公民 也就是完全失去公民权益 校方勉强让大儿子继续上学 不过必须缴付非公民费用 但是买书就要200多令吉 对于打杂工月入只有2000令吉的 吴先生来说是一个负担 更令人担心的是 本来将在明年入学就读一年级的小女儿 却因为证件问题被校方要求办理越南护照 才能入学 让两夫妻非常懊恼 一家四口今天在马华交赖区会 妇女组主席王欣宜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希望内政部和教育部网开一面 酌情处理 让孩子重夺公民权 顺利入学 而王欣宜也将上书内政部协助求情